字幕提供 分手100次故事 有一個很重要的場景 就是一間咖啡室 正當劇組踏破鐵械 走 vezes香港九龍新界去尋找 找了很多間 一間都不符合我的心意 亦都不符合美術組的心意 想不到在普慶坊這裏 有一間吉舖正正在等著我們的麗林 終於成就了這間Café La Chateau 這個劇本本身是分手 怎樣用一些物件去做分手 其實我想了一個叫Patchwork 即是拼貼的方法 你現在看到那些桌布 其實全部都是拼貼的方法去做 包括服裝的男女主角的一些衣服 都是一些Patchwork 一些拼貼的東西 為甚麼要拼貼呢 分手即是分完之後又夾在一起 那我就想起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記得我跟導演蛋哥 即是第一次我們看了很多景 最終就見到這個整個四米高的景 而且一半露天 我覺得很難得 我記得蛋哥當時拖了一隻手 我立即來看這間店好啊 如果一個在香港很夢幻 半露天的一個店 我們應該怎樣做 半露天我們會加了一棵樹 令到香港少有的一間咖啡店 店裡是有棵樹在那裡的 近幾年我們見到很多咖啡店 工業味道很重 色調比較冷 我想這套戲有一個獨特的環境 我加了一些溫暖的顏色 令到整件事的童話味道重點 例如一些dirty pink 例如一些dirty green 令到和市面上見到的咖啡店 是有點不同的 今天不是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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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